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白给 最近白给又在贴吧上看见了一个吉帕玩家 真的是热水看了都会送他两次 这么有趣的事,白给怎么能自己开心呢 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2504区半夜盟,SE赛季攻下洛阳后 盟主李世民要搞阅兵仪式 阅兵嘛,你要搞就搞呗 很多盟为了显示自己的环节里都会搞一下 可是这个盟主拼命自称正 还以皇帝的口吻发了几条法令 好家伙,正在洛阳城下勾引全军战士 更过分的是,居然还让在世界里发口号 将军威武,大秦威武,皇上万岁 这脑子要不是袖斗了,就是得了什么大病了呗 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21世纪了,大秦早都完了好吗 怎么还有人在这做这种皇帝梦 是入戏太深难以自拔了吗 果不其然挂到贴吧上 大家也都是骂身一片 也有小伙伴有亲戚的角度理解这个事 确实生活已经很疲惫了 有如此小丑还不能让你开心一下吗 发了这么长的文言文法令 发借人自己能读明白吗 也不知道是不是网上超路来的 反正白给看不懂 话说回来,盟主如果实在想圆自己的皇帝梦 兄弟们也不是不能支持呀 只是你价钱给到位了吗 要知道秦演员是要花钱的哟 果然小伙伴们的观点和白给出奇的一致 钱给到位什么都好说 别说喊万岁了,喊什么都行 只是我们做好了看好好的准备 二世群雄,真摄九州 在S2在季的时候被人打得出不了初春庄 真是笑不活了 真的是棋盘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时候做做这种皇帝梦 也不会有人说你 可是你要这么多人陪你是不是就过分了 不要认为当了个盟主就高人一等 盟里几百好人呢 要知道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个性 并不存在谁是主谁是仆的关系 毕竟大千已经亡了 白给今天不白给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